带上你的爱呀,去新疆 我家拉条子过油肉拌面 这不会是一个连锁的吧 我在阿克苏那边就遇到了 看看就行了,我要去回民,我要去夜市 河田夜市 我现在就到了河田夜市的入口处 大家跟我一块进去看一下河田的小吃都有哪些 带大家一块去转转 他炒菜的东西太多了 烤串什么杂的小吃太多了 我现在烤鱼呢 我必须要吃它的烤鸡蛋你知道吗 河田夜市场吃的烤鸡蛋 河田夜市场吃的烤鸡蛋 好了,我们在这儿吃 先拿一个吃一看 几个几个几个拿吃一看 可以 可以 看没有 就蛋清蛋黄分开了 最后就是鹅蛋 鹅蛋 鹅蛋 烤了,看不看烤 那,鹅蛋蛋比四块 十块 五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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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这一个鹅蛋卖十块钱 鸡蛋呢 鸡蛋呢 鸡蛋就一块两块 一块两块 一块两块 鸡蛋十块 鸡蛋十块 其实这就是野鸡蛋 鸡蛋 我直接这样拖行了 这个它撒一下就撒在 咸和咸盐 这个鸭蛋好吃,吃饭就是营养价值不够 这个鸭蛋是非常甜的 这个鸭是进口过来的 这个鸭蛋吃饭,吃饭,吃饭 这个鸭蛋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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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的就像和天玉,特别凍 特别凉味 那我们这会一块拍照片来呀 好吧 这个咋卖的这个 生意很好呀 他在那给别人打包呢 木瓜 木瓜里放少的冰糖 我拿一个 然后这个 他把那个粽子按扁 按扁扁的 然后 我点三奶浆 我多换一下三奶浆 这只是三奶浆 这是木瓜是吧 这个呢 黄瓜 这边是木瓜 这边是黄瓜 谢谢 有没有点晶莹剔透的感觉 这分泌 太纯了 甜甜的分泌味 而且呢 入口比较凉 嗯 味道不错呀 酸甜 酸奶酸 还有这木瓜的糖分 还有这河蜜 河蜜甜分 哦 嗯 嗯 嗯 这怎么办呢 不吃到钱 这样头咋没了 不吃到钱 吃到钱就吃了 吃这个时候 吃这个时候慢点 那边真的特别适合 特别爽默,特别嫩 我跟你说,来了火箭以后 首先是 白天如果来的话,首先要知道他那个囊黄那个店 什么 玫瑰囊,葡萄囊,辣子囊,还有他这边做出发饭 然后应该去干果市场再转一圈,买点干果 晚上之后直接就来这个河天夜市就行了 我现在的把这个女床免费吃了 我带着手套没事 我把这个吃 他这上面放的那啥调料 一样是那啥直接就是辣椒 他这上面还放的那啥大葱 辣椒 那羊鸡蛋 羊鸡蛋 钱 我吃要切到 吃开就要吃切到 我自己来一口 他这就要送一个河道和芝麻炒制的 好 我这边是太热起来,尤其夜上的 你过来 那你给我来 我们去安排放烤肉来的,特别惨了。 我们逛逛的,吃吃的,由于我们的电池不足了,我们累了,四块电池都用完了,而我们的只吃了五六个小时,就把电里吃没了。 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,到了和田以后,必须要来这个和田夜市,真的,这条道,说实话,这个夜市我还没走到头了,真的,我压根没走到头,因为由于各方面原因,一个是电的问题,还有一个其他原因的问题,我们就只能站到这了,然后呢,我可以走了,记得一定要来,一定要吃它的烤鸡蛋,因为我特别想吃它的烤鸡蛋,我吃的是鹤蛋,特别大, 好了,走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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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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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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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